之前叫港市的 現在叫香港科技探索 名字很厲害 1137 有網友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他也公佈了業績 第一次派中期息 他就問派息 值不值得接駁呢 1137 其實他今次的中期淨利潤 其實是有減少 減少12% 就收窄到9582萬 這間公司 如果你說這間公司的基本面 其實我都看好的 如果你說說到香港的網購業務上 是可以整合到 因為他的物流方面做得很好 暫時主席自己也有黃維基 他現在應該有換了剃圖 他自己也有出來說 他覺得香港其實也沒有一個 其他的對手是做到 整套物流的整個網購的系統 還有他現在開始的轉言 就是做要輸出這方面的技術 那變成之前大家就會說 他是不是港版的Amazon 或者網購 當然這些 還差很遠 但如果他做輸出系統的 那等於就是做一個系統支援公司 或者可能會比較接近Shopify那邊 甚至其實他不僅是網購那邊 他連物流系統的支援 其實都是很值得其他公司去參考 所以他變成賣系統的時候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科技企業 那等於賣這邊的服務 會更加有機會有發更加大的 一個增長的前景 不過我就不建議去買住的暫時 因為如果你說看回那個股價 其實他就挺大波動的 你之前曾經有去過17元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滑下來的 走勢向下的股份 我不是很建議去買 你可以或者憧憬 以五月差不多位 即八月差不多位 是不是很有支持呢 是不是建底呢 不要太過去搏 即我會就算寧願 寧願是等他走勢向上好 那向上好呢 就是如果他站得穩11.66以上 其實等於他是在建一個大的升浪 你可以看回年頭的高位 如果他上得到去 所以我想你 尤其是這一類型 因為他比較小隻 所以我不太建議 除非你是非常詳情的股東 你真是說我用投資心態 很想擁有這間公司的股份 也不是太影響自己的注碼 如果不是 其實我真的都不是很建議 就一直這樣看好 就進去坐著 因為他走勢就真的一般 你看到股價走勢 其實挺視乎資金面 以及挺大波動的 自然之間 他也不太建議 只會是想要進去 最好 只會有很多地方 但我沒有去 你也不太建議 對 我也是 但我來看你 也不太建議 所以你也不太建議 你餘不太建議